这边痛那边没力气 心情也不好 这不是耍大牌 美国知名歌手Lady Gaga F4团圆朱孝天 名模蔡淑珍等都罹患了 俗称公主病的纤维肌痛症 它主要呈现的症状 就是痛 累 烦 也就是俗称 现在大家熟悉的叫脑雾 那患者常常经过 很长时间的误诊 导致于他被家人误解 对工作场合法排斥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 在正常的生活 那非常的痛苦 那全世界现在已经公认 在台湾就有超过130万人 是类似的患者 纤维肌痛症难以找出病因 开刀也无法疏解 患者经常被误解偷懒 且流连各个科别 苦寻多年才确诊此病 为什么说公主病 就是它看起来好好的 好手好脚的 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疾病的原因 可是它看起来就很累啊 然后常常会矿植啊 请假啊 需要休息啊 需要别人体谅啊 所以就会被人家污名化说 他们叫公主病 首先社会大中先要理解它 他们是真的有病 它是一个真正的诊断 那它的功能失常 它的失能是真的 不是装的 它不是装病 它痛起来真的全身很不舒服 有很多地方的疼痛 那合并全身僵硬头痛 失眠脑雾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面对纤维肌痛症需要长期治疗 并有可透过2021纤维肌痛症 台湾临床处置指引 与纤维肌痛症自我检测网站中的 29项检测量表 了解自身情况 与医师讨论最适合的治疗方式 所以我们推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登录系统 是能够让患者把他的症状 然后把他的这个生物标志 跟医生分享 有助于他在就诊过程中很有效率的 跟医生之间做完整的一个照顾 这样对他的治疗 尤其药物的控制会达到最好的帮助 我们的这四大治疗的支柱 其实是一样的重要 这个其实是病型的 心理治疗 药物治疗 跟身体能力的增强 比方说健身 其实都是我们治疗上所必须要的四大支柱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教育我们的病人 确立诊断之后 我们就会告诉他 我们有这么多的面向需要一起努力 那运动的部分可以骑骑小踏车啊 然后做有氧的步道啊 步行啊 甚至是肌力的训练 肌力的增强 都可以让他的身体的提示能够得到适当的改善 运动对于纤维肌痛症的病人的功能提升是很明显的 因为这群病人如果他因为本身的广泛性疼痛不愿意动 那会让他的肌肉骨骼关节系统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失能的状态 但失能这件事情就会造成疼痛 目前在实生医学上包含针灸啊瑜伽尤其是太极 其实都对于纤维肌痛症的疼痛症状是会有明显的疗效 那心理治疗的部分可以改善负面的情绪 那目前被研究的最多的是认知行为疗法 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的心理师团队 可以再加入这整个照顾团体之后 能够对病人有更全面的帮忙 健康医疗网记者正一芬报导